阿伯 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那麼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東西呢 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們這個釣魚的系統 那其實呢一開始就 剛出的時候很多人就問阿伯說 欸釣魚要怎麼玩 那一直要叫我出影片 但其實呢 我其實不太熟悉 所以我也沒有出這個攻略影片 因為我怕誤導到大家了 那我就想說呢 等我確定之後 哪一個流派玩法最好的時候 再來拍影片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那現在呢 我也是走了非常多的歪路 OK 首先 就給大家做一個借鏡吧 第一個呢 就是海島 千萬不要 跑到太後面 一般來說呢 一般來說呢 在前面三四島就OK了 不要到五島 為什麼 因為五島的任務啊 很難解 很難解 而且呢 魚常常釣不到 這個魚線會斷掉 然後魚溝也會跑掉 所以說 你要到這個後面的島嶼 第五島 等於說 你這個兩個都要升 你的魚飄 差不多要到三階多 魚線要到四階多 我現在三階九級 我的這個魚線都還會斷掉 所以 來到五島 是非常 尷尬的一件事情 因為有時候任務 會需要五島的魚 所以 很難過 很難過 這是第一個大坑 然後再來 第二個大坑呢 就是 不要去走圖鑑流 就是沒必要花太多的資源 去收集這些圖鑑 雖然這些圖鑑 確實呢 是有幫你加到屬性的 不過 代價有點大 第一個 代價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花很多的點鍵 去買魚兒 那個魚兒要花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這攻略 主要是針對中小課玩家 那大課玩家 那就沒什麼差了 好不好 那大課玩家的話呢 只會影響到你的進度會落後 好不好 就你實際上獲得到屬性的進度 是會比較落後的 也是有差 也是有差 因為如果你要去走這個 釣圖鑑 釣一些隱藏魚圖鑑的這個部分呢 你就必須要去把這個魚鉤升高 魚鉤升高 才可以增加你的 魚兒的這個效果 你才能夠 比較快去把這個隱藏的魚釣出來 等於說你就要花好多資源 第一個就是你要生魚鉤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買魚兒 所以湊這一點圖鑑 我覺得這個CP值呢也不高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一開始沒有拍 因為我一開始也是先釣了這個隱藏魚 然後發現 靠腰 我釣一個隱藏魚 花了300個魚兒 300個魚兒要花多少啊 300個魚兒就要花2000多的點券 那我想要釣那個隱藏的雜物 我花了差不多200多個事業草 一個都沒釣到 虧爛 可能是我非洲吧 可能是我非洲吧 那我這樣就虧多少資源 結果我屬性還沒拿到 虧爛 只能說虧爛 而且呢 如果你想要釣這些圖鑑 要比較有效率 除了要把這個魚鉤升高之外 同時啊 你還必須要升魚線 還要去升魚飄 等於說你要花超級大量的資源 結果效益非常的爛 所以等於說就是 走了一個大彎路 大彎路 像我現在這個樣子 大家看到這個樣子 我還算小彎而已 有些人走超大彎的 呵呵 為什麼 因為有些人 不知道為什麼 還為了要湊圖鑑 然後特別去洗煉了這個 魚鉤的這些屬性 哇 他為了要去釣這些雜物 為了要湊圖鑑 然後去洗煉了他的這個 魚鉤的屬性 然後去洗什麼 石荒出來 就為了要釣雜物 為了要湊那個雜物圖鑑 哇 他少說是花了 上萬的點券 然後等一下 要湊圖鑑 如果這個圖鑑裡面是小型魚 哇靠 他又要洗成這個小型魚獵手 整個我只能說是虧爛 虧爛 那究竟呢 我們要玩什麼流派 CP值是最高的 那就是不要到第五島 我們剛剛講到了 千萬不要到第五島 那最主要呢就是玩大魚流 那大魚流的話呢 就是生釣竿 生釣竿就好了 生魚竿就好了 魚竿呢 這個幸運的屬性啊 就決定於說 你可以釣到的這個魚的上限 就大小的上限 那魚的大小呢 可以去影響 就是你釣上來魚的 他所加的這個屬性加成 例如說魚竿三階的話 那鯊魚可能他加的攻擊就十幾%了 哇那這個屬性 增幅是非常大的 這直接就加了好幾十%了 你三條魚加起來就多少了 而且釣大魚還有什麼好處 釣大魚賣到的這個魚壁是比較多的 釣到這個魚壁比較多 那你生這個魚缸的速度就會比較快 像我現在魚缸已經來到7等了 那8等之後呢 又可以再解鎖第三個大魚 哇再擺上去 就直接多加了多少%的攻擊啊 對不對 所以去玩圖鑑流呢 我只能說非常的浪費資源 非常浪費資源 所以千萬不要走 現在就是推薦唯一的流派 大魚流 那大魚流的洗練屬性呢 最重要的屬性 就是我們的這個大魚王 就是你釣上來的魚呢 有10% 他會變長10% 那就可以讓他的屬性 得到一個大幅的提升 好再來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大型魚獵手 可以提高釣到大型魚的機率 那釣到大型魚 我們就可以去賣到比較多的魚壁嘛 那自然我們的魚缸 升級的速度就會變快 這是第二點 好再來第三點呢 我們洗練的屬性 可以去洗練一些克星 克星就是可以降低 釣到其他魚種的機率 例如說我們可以去洗到這個什麼 中型魚克星啊 小型魚克星啊 去降低 就是其他的魚種出現的機率 來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我怎麼洗的 第一個 大型魚獵手 會眼 會眼的話呢 就是降低雜物出現的機率 對不對 那你看 如果你為了要抽圖鑑 那這個會眼就不行出現了 對不對 不然到時候要花到的這個 釣耳就更多了 會虧爛 那你看我們玩這個大魚流的話呢 就不需要了 我們就只要一個就OK啦 大型魚獵手 對不對 就不用換了 以後都不用再換了 要換也是等到很以後的事情了 好不好 以後畢業之後的事情 那已經是可能三個月 半年以後的事情了 第二個這邊也是一樣 如果沒有洗到這個大型魚獵手 那你就可以去洗一些 降低其他生物出現的機率 像這個會眼是降低雜物出現的機率 中型魚剋星就是降低中型魚出現的機率 好再來 看一下這邊 也是一樣 會眼 小型魚剋星 大型魚獵手 像這個就超級好 這個就可以大幅的去增加大型魚出現的機率 來再來 魚鉤的部分 大型魚獵手 那這邊比較尷尬 上面還有個大型魚剋星 我們這邊來洗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比較偏爛的屬性 看能不能洗到更好的 像石荒就是增加這個雜物出現的機率 沒用 但是如果你是要走圖鑑流 可能就有用了 好不好 好再來 但是我是不推薦 我是不推薦 因為這個屬性超級難洗的 我剛剛少說已經花了差不多 快要1萬的點 都沒有洗到什麼好的 所以這個資源超級超級虧 超級超級虧 像這個就超尷尬 這超沒用 生物學家的話呢 就是增加掉到那個水中生物的機率 中型魚剋星 這個也是尷尬 大型魚獵手 哇 可是這邊又有個中型魚獵手 你看 我這樣洗下去多少錢 石荒 精通 大型魚剋星 不要 大型 我以為是大型魚獵手 這洗下去很虧耶 大家看一下我的點鍵 一直在噴啊 一直在噴啊 中型魚剋星 活力 沒什麼用 大型魚獵手是最好的啊 這個看起來也沒什麼用 性價比不高 哇 虧爛 真是虧爛 中型魚獵手 為什麼不是大型魚獵手啊 哇 你看他洗下去 哇 哇 怎麼是剋星 哭 你要不要這樣隨便洗耶 哇 你就要花多少資源了 更何況你要去湊圖鑑 哇 那整個是虧爛 真的是虧爛 大型魚獵手 又有生物學家 唉 那還不如單純的大型魚獵手 喔 好 這個先換一下 我們再刷個差不多 十次好不好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整體出現的機率 大家可以看我 光要洗一個 讓大型魚出現提高的屬性 喔 就花了超多的資源 就花了超多的資源 更何況你還要為了 掉圖鑑 然後一直去換 哈哈 真的是虧爛 靠腰勒 喔 那個大型魚超難的耶 超難洗出來的 我現在洗起來應該加起來快有1萬喔 快有1萬點喔 對啊 所以我們還是以這個大型魚獵手就好了 如果你是小客玩家 大型魚獵手有洗出來就OK了啦 不要太要求 你看 你想要比較要求一點 哇 這個資源是虧爛 超虧超虧超虧 超虧 欸 這兩個克星耶 中型魚克星 但克星也會增加 就是 例如說這個中型魚克星 他就是增加雜物 然後增加小魚 跟這個大魚的出現機率嘛 對不對 等於說他要除以3 他要除以3的這個效益 那這個生物克星也是一樣 喔 這生物克星很不好耶 大型魚呢 欸 我到現在 洗了這麼多的 點券 都沒有洗到過這個唯一的屬性 這個唯一的屬性出的機率 相當相當的低 喔 相當相當的低 OK 生物學家 哇 我頭有點在暈了 我頭有點在暈了 哇 這個洗下去 真的會 上腦 會腦衝啊 所以 劍豪就收 喔 劍豪就收 不要像我這個樣子 我現在只是因為 要拍片 實測給大家看一下 用我的血 用我的血幫大家實測 哇 真的是虧爛耶 我想說要洗一個 大型魚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看起來呢 這個機率啦 實在是太低囉 實在是太低了 哇 超硬耶 超硬的 好啦 不要再洗了啦 再洗下去快要不行了 但是又會忍不住想點一下 點一下 你看 點券就這樣慢慢消失了 好啦 好啦 最後了 最後八次 1 這大型魚獵手又克星 2 3 4 5 6 7 8 OK 全部打水漂 所以這坑非常大 最後結論的部分呢 第一點就是千萬不要到第五海島 這裡 我們的這個魚線的要求相當相當的高 還有魚漂 那就會浪費了非常多的資源 就為了湊一點點的圖鑑 我覺得是非常虧喔 好 再來第二點 就是 也不太需要 去花魚耳 然後去湊起一些圖鑑 畢竟說 有一些這個魚其實沒有這麼好釣 對 你可能 灰子想要釣 然後就花了非常多的資源 那最後呢 也沒加多少的屬性 如果你還 花點券 去洗 為了要釣圖鑑的這個屬性 那只能說 虧爛 虧爛 這是虧爛 OK 再來第三點呢 最推薦的 就是來玩大魚流 那大魚流呢 最主要 就是要去升我們的魚竿等級 然後呢 洗練的部分 以這個大型魚獵手 為主 就OK了 那不用追求到太好啦 因為 大家剛剛也看到了 沒有這麼好洗 所以基本上 只要有個大型魚獵手 稍微堪用就OK了 稍微堪用就OK了 然後主要就是 釣大魚為主 然後 釣屬性高的魚為主 OK 這就是這一集的重點 所以基本上這個魚飄 還有魚線的部分 升到2接1就蠻夠用的 不要魚逃掉 或者是斷掉就OK了 就夠用了 然後在魚鉤的部分 是完全可以不用去提升的 畢竟我們還是優先的 去把魚竿給升起來 性價比是會比較高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影片的分享 就到這邊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的留言版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貝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幹我到第五海島了 虧爛 不過還好 我沒有發到太多的魚餌